看看警方找到色情怎么会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呢 原来这是在台北线三重被称为豆干错的色情地点 那么远景呢常常来这个地方 而且每个整点都骑车前来巡逻迁道 还有在深夜的时候也会展开领解 但是民众投诉说 有时候实在是查得太勤快了 只要附近的住户经过 或者是有朋友独自驱车前来 统统会被拦下来盘查 大家感觉被误会了 心里实在感到不受尊重 每个整点一到 骑着机车的园警 就会出现在倒刮处附近 巡逻迁道 全力展开扫荒决心 大部分都在那个地方 路口那边会有警察 园警自己巡逻扫荡 但是有时候查得太勤快 把住在附近的住户 误认了是寻方客 让他们感觉被误会很不受尊重 走路也不行了 会被警察问了 他以为说你们干嘛 你会不会觉得不高兴 当然是不高兴 怎么会高兴 被误人问试寻方客 进行盘查 住户感到很不满 更气愤的是 朋友独自开车拜访 也被拦下盘查身份 我们有时候 回来晚的话 我们同事会开车 就是带我们这样 送我们回来 那有时候一经过那边的时候 那边就一大堆的人 就会过来 就往 特别就往那个车里面去看一下 如果是单身男生的话 他们就好像说 把拦下就这样了 住户说朋友吓得都不敢 再来这里拜访了 就怕再度被警察误认 不过警方表示 这都是正当的执行 盘查并没有任何恶意 一直被视为是台北县 三重地区独留的岛瓜处 去年才强制拆除 如今警方加强巡逻盘查 就是要彻底扫荡 社情行业 最新新闻台北 最后报道